为什么中国人对外懦弱无能对内斗却勇猛凶悍 大家好 欢迎来到炸酱面的频道 今天我们来聊聊 中国人这种特征 一个民族的性格往往由地理环境所决定 中国人自古被吸变的荒漠和高原以及北面的荒漠 草原所环保再加上东河 南两面领海早已习惯了 广袤富饶的中原生活很难有西进北上的野心 完全满足了领海大陆的资源 应该是什么也不缺少 日久天长千年过去了 这种不思进取只搞内讧的情况 是必然要发生的 所以中国历史上的汉人从来 没有进行过长途和海外侵略 这都是地理环境和政治胁迫的环境下发生的 加上儒家思想的影响 其实儒家思想是半经半俗保守 就是最大的特点 导致中国的思想保守封闭 缺乏创新意识等由此 更是引出了大量的不好的性格 也正如美国作家喜 但中国人的气质一书所评价的中国人性格也 走后门好面子 形式主义过强 缺乏公共素质和责任 不与自私性格麻木 没有同情心和民族团结之心 等等鲁迅也在自己的作品中说 中国人都是些看客 这都是由历史事实根据 但是这些特点 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人都有 只是侧重点不同 比如为了掩盖体臭 而大量使用香水 为了掩盖秃顶戴上假发 这不都是好面子吗 为了自己生存 而屠杀其他文明 这还不叫自私 我们先说说被认为的懦弱 大家注意到没有 同样的礼貌谦让 如果这人有钱有权利 有学识 人们就会说他素质高 什么礼贤下士 君子之风 相反如果这人又穷又笨 什么都不会 人们就会 送给他这个词懦弱 同样一个国家强大了 不欺负人 就被说成一个文明的国家 不论汉唐就说大明 全球旅游后 轻轻地来了 轻轻地又走了 不带走一片云彩 这就是中国人的基因 现在全世界的人 对中国的认识 只有大清任人宰各 所以被人说是懦弱 中国还是那个中国几千年不变 只是强弱颠倒 贫富异味 屡屡听国外朋友讲 不少国家都知道中国人的内斗 在国外的传言中有不少版本 我也看到过 百扬先生所著 丑陋的中国人艺术 书中主要是说 中国国民性的弱点 其中也提到了 中国人的内斗现象 有传言说 一个中国人是条龙 三个中国人成了虫 说一个日本人是一头猪 三个日本人就成了龙 还有一则 更形象化的故事 说的是英国人赛跑后面的人 非常佩服前面的人 美国人赛跑后面的人 想法要追上前面的人 日本人赛跑后面的人 还在这次赛跑的过程之中 就在研究下一次赛跑时 如何超过前面的人 而中国人赛跑起跑 枪声异响 赛跑的运动员就扭打在一起 直到只剩下一个人 这个人才慢慢地走向领奖台 这是个对中国人 有污蔑性的故事 我们抛开他的观点 倾向不说 以宽容的态度 有则改之 无足将免得正确对待这则故事 可以说对几个国家的不民性 说的都有一点道理 英国人素有绅士风度之称 比较宽容大度 因此后面的人 佩服前面的人可以理解 美国人有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在世界上向来说上句话 他们当然要竭力追赶前面的人 日本人是个善于总结经验 从中吸取教训 以修正自己的错误 争取超过别人 他的做法 也比较符合他们的国家特点 就是对中国人的评价 也有几分道理 中国人的理论是 卧榻之策 岂容他人汗水 体现了中国人的内斗前置 分析起来 中国人的内斗前置是怎样形成的 本人认为可能有如下原因 千百年来的封建教化 万般皆下体 唯有读书高的单一 价值观是形成内斗前置的重要成因 春秋战国时期斗争形势 主要体现在谋国争位上 斗争的剧烈程度 虽然不亚于任何时期 但斗争主要集中在上层人士中 人们内斗的前置 远不如后来的广泛与深入 那时的价值观倾向于多元化发展 王侯的价值与世大幅相弱 齐玄王有一次召见名士严主曾有过 王贵 是贵的探讨 这就说明当时的价值观还不是权力至上 秦汉以来中央集权的国体让权力充分 显示了优越性 三年轻支付十万雪花 引起附加值足以让人们趋之若鹜 逐渐形成了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的价值取向 造成了千军万马及独木桥的局面 读书高的核心是做官高 如果是读一辈子书没有做官 就会得到一个雅后输呆子 权威的金字塔下重视兮兮群雄攘攘 你争我夺 你死我活 这种单一的价值取向是形成内斗的成因之一 二是中国人普遍智商较高 曾有人做过调查认定 亚洲人智商最高 亚洲人忠义 中韩智商最高 人才学上 有这样的规律高智商的人组合在一起很难 做出成绩 原因是他们往往用力方向不一互相抵消了 最佳组合是多个层次多种性格类型的人可能 更容易做出成绩 中国人智商普遍较高在一起时 往往都认为自己是正确的 也都有支配别人的意愿 常言说的文人相亲就是 一个典型的例子 相亲的实质是自重 人人都自重相亲 能不造成互相争斗吗 现状是生命不息 内斗不止 如果把每一个人比喻做一个单位 两个集以上单位 因某种关系组合而成 那就是一个集体 一个集体既然存在 必然有着某种共同利益或需求 按照常理来说 一个集体里的各个单位 理应互相辅助 但事实则不然 在现实中 你可以看到手里间斗 和习间吵 同学间互相攀比 同事间明争暗斗 同行之间互相拆台 常言道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职场学问多 相互险恶 人心叵测 中国人内斗的故事和学问实在太多了 内斗有明争暗斗 有逞的 是一时口舌之快 有争的事 意气和面子 有图的是红图大叶 或隐隐狗狗 不管出发点是什么 内斗的结果不仅是内耗 更是死人不利己 谁也难以得到好处 内斗进行的如火如荼 已经击中难返 等想抽身实意 不容易 很多人都有这种感叹 内斗造成的不仅是感情疏离 心交利粹各种资源和 金钱的消耗 更有追不回的光阴 问题还是出在社会这个大染缸上 人心复杂竞争激烈 勾心斗角不断 出于你而不然的 毕竟是极少数 绝大多数人还是 近朱者赤 近末者黑 身处在社会这个大染缸里 想要独善其身是很难的 中国人在潜意识里 喜欢以个人为忠心 看不得别人 比自己过得好 尤其是自己的同学同事 等同一阶层的 如果同辈混得 比自己好挣的钱 比自己多 就会不自觉产生不平衡的心理 而如果自己过人一头 就会沾沾自喜 很多内斗的动机 或许其实只是 简单的极度不平衡 等心理在作祟而已 这种畸形的虚荣成就感 牢牢盘踞人心 很难真正破除 同样这些弊端外国一样也不少 要不然这些年的战争是怎么来的 咱们就不用举例了 看看新闻就知道了 破除这个弊端的方法之一 就是实践 比如前几年 中国就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产生不少分歧 一个政策是否可行 也是吵来吵去 最后唯一的办法就是搞试点 深圳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另外就是失败的政策 其中一个就是停止一些重工业 比如大飞机的研制 中国停止研发大飞机以后 完全依靠进口 结果被人漫天要驾 动不动就被制裁 现在中国及时回头 把大飞机项目重新搞起来 以此可以带动更多的下游产业 另外以下几点也是可以参考的 促进沟通 内部争斗常常源于信息不对等 或沟通补偿 建立一个开放透明的沟通渠道 鼓励员工之间和团队内部 进行良好的沟通 设立共同目标 确保整个团队或组织 有共同的目标 和愿景 通过明确定义和传达目标 可以让员工意识到他们是一个团队 而不是相互竞争的对手 共同的目标 可以帮助员工们意识到彼此之间的合作 和协作的重要性 培养团队合作意识 鼓励团队成员之间的合作和护主 可以组织团队建设活动项目合作 或跨部门合作 促进员工之间的良好合作关系 强调团队成就和共同利益 而不是个人的成就和私利 建立有效的冲突解决机制 当内部争斗出现时 重要的是及时解决冲突 而不是让其恶化 建立一个有效的冲突解决机制 可以帮助员工们理解彼此的观点 并找到妥协或共同解决方案 这可以包括倾听各方的意见 引入第三方中介统 组织调节会议 或培训员工解决冲突的技巧等 建立正面的工作环境 创造一个积极支持和尊重的工作环境 这包括提供良好的员工福利奖励和认可制度 福利员工发展个人技能和职业成长 以及建立公正的绩效评估和晋升机制 一个积极的工作环境 可以降低内部争斗的发生率 并激励员工们更好的合作和相互支持 领导示范 领导者在破除内部争斗中 扮演关键角色 领导者应该成为宝量 展示出合作公正和尊重的行为 他们应该鼓励员工 好了 今天的视频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留言互相讨论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还凑合的话 请订阅我的频道 下次再见 请订阅我的频道